對,來,包副老師,下週四月十九到四月二十五 各生效的整體運勢如何 好,下週國立是四月十九號到四月十五號 其中四月二十號是谷雨 這二十四節氣裡面的谷雨 就是這個時候下的雨呢,對五谷非常的好 所以叫谷雨 那另外國立的四月二十二號 就是農曆的四月,三月二十三號呢 是馬祖誕辰 各位知道,在台灣在馬祖廟有一千三百多座 所以我們常說三月封馬祖嘛 現在就是這個時候了,謝謝 好,那我們分為四組十二生效呢 看他的整體運勢怎麼樣 首先第一組朱兔陽的 朱兔陽像Vicky是這一組吧 對 好,這一組是愛情增溫,論及婚嫁 這是主未婚的人啦 那已婚的人,那更好呢 愛情增溫嘛,更新越來越好 所以有四個讚 愛情增溫 好,第二組胡馬狗的 胡馬狗呢 若即若離,曖昧不明 還在不明的狀態之中 要進一步才會曉得進一步的發展 所以只有三個讚的評語 好,下面是蛇雞牛 蛇雞牛是不是 心靈是這一組吧 好,蛇雞牛相當不錯 魅力超強,桃花處處 這個未婚已婚多算啦 但已婚我們是指夫妻之間 未婚當然他就表示是桃花啦 好,有五個讚的評語 好,最後呢 紅鼠龍的 紅鼠龍比較不好一點 比較差一點 感情受阻暫時止步 只有一個禮拜嘛 暫時停一下 只有一個讚的評語 是 好,下面呢 我們又加碼 12個生肖呢 加碼有三個特別好的 首先,錢財最旺的 錢財最旺的是 屬雞的朋友 哇 其實事業最強 事業最強是屬蛇的朋友 哇 最紅 桃花最紅的 桃花最紅的是屬兔的朋友 哇 好,請問下個禮拜 好 謝謝我們老師 來,接下來請 維恩老師告訴我們 下週各新做的整體運勢 好,剛才那攤沒有中 這攤搞不好會中 對 還有一切希望 那我們來看 4月19到4月25號 那在工作方面 給觀眾朋友的建議是呢 4月23號之前呢 因為水晶在牡羊座 所以你會特別衝動 想購物 想買東西 但建議是在4月24 剛才25號的時候 進入金牛座的時候 再做決定哦 那感情方面呢 這一週呢 金星都在雙魚 很適合浪漫 很適合約會 很適合調情 很適合燭光晚餐 心情上也會更加柔和 跟老公要包包就是這週了哦 對 那我們有五組 首先一顆星 太陽上升呢 這個是萬事要小心的 太陽上升在射手 母羊跟雙魚呢 凡事要特別的注意 很容易跟一些 不相干的人起衝突 例如排隊 然後跟人家爭衝突哦 然後停車拗到別人 或是莫名的那什麼快遞等等 所以很容易跟一些不相干人起衝突 然後在事業上也容易遇到一些小阻礙 所以這個禮拜萬事小心哦 三顆星呢就是桃花盛開的 太陽上升在獅子天蝎跟摩羯呢 就屬於相親不會被退貨的這一組 那在這個禮拜呢 桃花特別旺 人家看你特別可愛 然後覺得你就是萬人迷 那當然對業務啊 或是各方面 跟桃花有關的行業呢 也是有間接的 淨財的一種作用哦 四顆星呢就是屬於 事業攀升的哦 太陽上升雙子處女跟金牛 也是旺到不行哦 在感情上面呢 如魚得水之外呢 事業方面是有成績跟效果的 很多你困在那邊很久的案子 可能就會就是批准就下來了 或是說呢 之前有一些老闆啊 跟你意見不合呢 在這個禮拜都可以獲得一個協調 所以在這方面 事業是很旺的哦 五顆星最旺盛 財富旺盛 太陽上升水瓶天秤跟巨蝎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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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在這個禮拜的賺錢就是 就是賺得很輕鬆很快樂 很愉悅 沒有任何的阻礙 也沒有任何支票延懶 就是財運很順暢的一周咯 那另外加碼三個 在本週呢 錢財賺最旺的是水瓶座的朋友 真好 那事業最好的呢 是金牛座的朋友 咯 恭喜哦 那桃花最多的是天蠍座的配合 好 打個機會啦